大家好 我是孫敏 歡迎收看三分鐘點評 今天點題是陰陽燭啟史 講講港股情況 港股回軟 早段威水高開 去到29,000點以上 很快升幅收窄 而且很快倒跌 好幸好美市好一點 跌幅稍微收窄 不至於跌超過100點 最後跌69點 收28,885點 成交維持過千億的狀況 去到1,192億 今天市回軟和科技股 今天回吐有關 見到騰訊早段威水高開 不過要跌下來收 跌6元 幅度是1.5% 至於信譽的幅度更大 跌到2.3% 走勢就一般 不過好在傳統的股份 傳統工制股 就有一點升勢 包括豪島股 今天升3% 又這麼沙 銀餘了2%的進漲 成為市 不至於跌幅擴大的主要動力 整個市形勢 提出貨的消息是美國財政部 已經正式將中國 剔出匯率操縱國的名單 換言之 之前一直困擾中國 這件事 煙燒雲散 意味著中美貿易談判的進程 繼續向好的方面發展 消息一出 立即廣估今天已經回吐 當然在貨幣方面 人民幣繼續強勢 看到已經去到6個月的高位 去到6.88 消息出現 立即有第一輪回吐 接下來有一個更加重大的消息 好消息當然 準備等會發生 就是中美代表會在華盛頓簽署 首階段協議 預計是週三 美國時間週三至十五日 就會簽署 留學在白宮簽署 現在陸陸陸陸陸發出消息 說中國有可能承諾 未來兩年賣入二千億美元的美國商品 所以陸陸陸陸陸陸的細節出來 這次來說相信都簽成了 雖然過去很多次都是臨門一腳 就搞不定 這次簽成的機會應該是極大極大 現在市場正在準備等待消息 剛才匯率出眾國一出 已經是趁好消息出貨 這個更加大的好消息 看怕可能市場人士 都會再次出現趁好消息出貨 這個情況可能令到是回軟 加上消息面之外加上技術面 都是這樣的情況 技術面怎樣看呢 就翻翻點題幾個字 就是陰陽足啟視 從陰陽足去看 可能出現回軟的可能性是大的 無論是從最近領軍上升的科技版法來看 以至恆生指數、國企指數來看 都有出現回軟的可能性 先看看剛才 領軍的板塊 最厲害是騰訊 看到今天高開出現一支陰燭 幾乎出現穿頭破腳的走勢 但是不出現這個村頭破腳 都出現了烏雲蓋頂 走勢都是一般的 顯示400元之上 405元的重要股價的價位 405元 很明顯就遇到阻力了 回軟回來 有可能騰訊會繼續回軟 起碼短線來說 與此同時另一支領像股 信譽光學亦出現類似情況 而且回吐的可能性比騰訊更大 首先信譽升近150元 測試前浪頂的阻力後 回軟 同樣出現高開低收 而且低位收市價比昨天開市價低 即是出現了 英明足所謂的 穿頭破腳的走勢 比烏雲蓋頂更淡 所以換言之 信譽亦有可能回軟 科技版法 火車頭兩隻比較有指標性 亦有可能回軟的情況下 港股已經有偏遠的可能性 轉線而言 看看兩個重要指數 都是符合英明足的啟示 這就是國企指數 都看到了 高開之後回軟 亦是一支陰燭呈現出來 呈現的是甚麼呢 就是烏雲蓋頂 就是騰訊的同一個組合 當然你看到低位收市價 沒有騰訊那麼低 但是都是烏雲蓋頂 都是偏遠 恆山指數 好一點 但都是高開低收 一支陰燭 少少腳 他就是淡油犯工 都是調整的訊號 調整的組合 換言之 看看外賣 短線 雖然整固的可能性 就大 只不過 中線而言 整個港股 勢未至於轉軟 更加可以說 其實仍然是偏好的方面發展 所以短線回軟之後 相信不大 暴跌的可能性 初步看 就不是太大 為甚麼中線型編好呢 一方面 中國近來出的數據 持續向好 較早前出的 財新 製造業 PMI 以至服務業 PMI 都是站在50G上 其中製造業 已經連續兩個月站在50G上 重新出現擴張的情況 之前大家覺得華製造業很麻煩 現在回穩了 加上今天出的數據 都是出入口的數據 都是比市場預期為佳 其中出口以美元計 是升到7.5% 是12月份的 比預期的2.9% 是高一大 顯示中國數據好 宏觀面是不錯的 與此同時資金面 看到內地 券商最近起勢地搶好港股 特別是搶好科技股 內房股 二至金融股 這三類板塊 是搶得最厲害的 其中科技股更特別看好 內地券商說 這輪科技股的升勢 只是一個開始 換言之 就有排行 顯然 南下的資金 也是繼續在買 我們叫北水 他們叫南下 北水繼續在買港股 科技股是其中的重要板塊 買的來説 換言之 內地的資金面 是對港股有利 加上新股 新股持續火熱 在這樣的氣氛之下 相信是有利 港股是靠穩的 調整之後靠穩 調整是甚麼水平 最初步看 都是20千線 以至1月9日做出的上升列口支持 相信是短線 調整在這裡 應該會有承接 上升列口是甚麼水平 就是28,198至28,325 粗略計 大概是28,200至28,300 相信調整在這裡 就會有初步的支持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就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